海内魂知己 天涯若彼林 习建平夫妇为贵宾举行唐朝传统迎宾仪式 中国召开的中亚五国峰会 以唐服宫女服饰招待贵宾和VIP 那些斯坦们羡慕的眼光 升翻新衣们不再淡定的表情 让中国老百姓感受到强烈的皇朝自豪感 和传统文化彰显出的代客之道 中国各地洗浴中心洗脚城大保健场所 深受启发 纷纷推出传统服饰迎宾和VIP服务 而且全国洗浴从业协会预计投入260亿元 给予上门的VIP们免费享受各服务项目 给予从未踏足豪华洗浴中心的屌丝们无惜贷款 鼓励他们感受我中华千古皇朝 璀璨夺目阿罗多姿的后宫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